耶稣回到祂的家乡 很多人也用这种眼光看 你只不过是穆迦的儿子 玛利亚的儿子 反正不是这些人吗 造成他们对耶稣的反感 虽然看到耶稣的德能 治病等等 或是在讲语智慧 他们都知道 可是当看到祂的悲情 是这样的悲鬼的悲情 他们就觉得 各位重要 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 我们想不想他们 这样对耶稣 会吗 如果两千多年前 我们在现场 我们会这样跟祂想一样吗 不会的举手 我们几乎都懂得 在问什么吗 当今天耶稣 耶稣在那个会堂 我们也在那个会堂 我们会想跟祂想一样吗 有什么了不起 也不过是这样这样 会不会 看看我们会不会 有什么了不起 假设 假设 不是过去曾经有过这个经验 或是假设 有一天 我们同时 碰到两个人 一个呢 非常的贫穷 普通 没什么特别 一个呢 又有地位 又有钱 两个同时来 我们同时不打招呼 请问我们对哪一个 我们对哪一个 我们的笑容 我们的问候 对哪一个 对哪一个 笑得更漂亮 或是呢 我们讲的话更好 对哪一个 对哪一个 对谁 有解有利 对呗 我就不用问 你们去想 我们寻吧 松 rewind отдых 顶今天 就给 vors字 drei 让我们 Hoe 对于每一个人都一样 不然的话 我们跟今天的福音的那些人一模一样 你只不过这样 你的家人只不过这样 耶稣说什么 要爱你的最小的弟兄就是爱你 所以这个是让我们好好的 我们看这些人如果他没有这样的想法 或是没有这样的对耶稣的对看 耶稣留在那里的话 他们是不是得到很多耶稣带给他们的恩惠 会不会 如果耶稣留越久 他治病的人越多 对不对 或许他讲的话 让听众可以让听众得到更多 只不过因为他们的反对 耶稣就早早离开 所以今天福音讲的是 他只有在那里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不过他就离开了 那如果耶稣留更久 那他们得到更多 所以我们也是各位 我们越谦卑 我们得到天主给的恩惠 越多 如果我们不谦卑 天主给的这些恩惠 他会跑掉 他经不到我们的心 因为我们跟他先人一样 言行把耶稣赶走 把耶稣赶走 我们怎么得到耶稣的好处呢 特急的今天提醒我们这样 不要看别人的背景 要看他本身 他自己 跟他的家人 有钱没钱 有那个有事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爱的是这个人 不是爱他的背景 并非要关系 他就是关系这个人 对他的背景 没有关系 所以让我们好好安心我们知己 提醒我们让我们做的更好 缅腆出嫁的人 谢谢大家